这个三倍券到底要怎么样使用 才能够发挥最大的CP值呢 让不少的民众现在都在研究当中 那么对此旅游专家就提出一些建议了 如果说您想要出去玩的话 可以搭配交通部推出的 安心旅游国旅补助方案 例如说三天两夜自由行住宿补助 第一天待在本岛 第二天加上离岛 可以拿2000块钱 如果再加上这三倍券来使用的话 一个人至少就可以省下4000块钱 也有夜市的摊商脑筋动得很快 只要拿三倍券来消费3000块钱 就可以换取价值3500块钱的料理 希望能够拉谈生意 新鲜食材倒下锅 巧手一变端出美味鹅仔煎 疫情过后生意回温 拧下夜市商圈推出优惠强客 只要拿三倍券消费3000元 可以购买价值3500块的知名千岁宴 还能换取价值500元的厨具 零下夜市已经闷蛮久了 我们希望在这段闷的过程中 能用比较多的优惠给消费者来刺激消费 三倍券到手除了吃喝派的商用场 如果享用在玩乐 专家提醒别忘了扩大国旅方案 例如台湾关吧一日行程 两大两小原价4000元 配合交通部优惠买一送一后只要2000块 加持有一个人在使用三倍券 等于送全家免费出游 另外像是自由行三天两夜 第一晚住本岛享有交通部1000元补助 第二晚住离岛也有加码的1000元补助 整趟旅程在使用三倍券 提免消通30费一个人至少可省4000元 3000块的额度 增加这1000块的国旅补助的方案 等于说你的房间大概有4000块 不到4000块大概3000块不到 甚至就可以入住到台北市知名的五星级酒店 精打细算就能赚到一碗星级饭店 疫情后振兴阶段 怎么用三倍券选择多样化 CP值成为首要考量 记者陈寅如蔡玉如台北报导